寒天奥运史上的五大非人类身材 第一位 菲尔普斯 虽然大家都在劝菲尔普斯出言我不是要神 但不可否认的是 菲尔普斯的身材绝对是最适合游泳的运动员 首先 菲尔普斯有一双47码的脚和15度的脚面弯曲 这能让他拥有更强的推力 而且 菲尔普斯还有2米07的臂长和0.81米的腿长 这都能让他获得更长的滑水范围 第二位 吕小军 业内把吕小军成为军神 他也是无数健美爱好者的雕杆 军神后背的竖戟机和协方机都已经达到了拉斯的水平 甚至他可以用后背夹起一枚硬币和一支笔 第三位 罗尼库尔曼 他是健美史上最强的运动员甚至没有之一 他的肌肉如同外星人一般可怕 他的背阔就像两只翅膀 虽然他也可以出言我不是要神 但他的训练强度和职业精神 再加上他奥赛八冠的神迹 绝对可以写进奥运史册 第四位 博尔克 在速度领域他是绝对的王者 他的白米9秒58或许在未来很多年都不会有人打破甚至接近 而且博尔特有着42厘米的朝长跟腱和2米2的臂长 再加上博尔特外星人一般的爆发力 这几乎可以让博尔特在很多运动领域都能取得极佳的成绩 第五位 罗布特·弗斯特曼 他是著名的粗腿先生 他的腿位甚至能够达到恐怖的80厘米 如果说博尔特有着世界上最快的大腿 那么福斯特曼则有着世界上最重的大腿 最后各位认为 如果一个人同时拥有博尔特和福斯特曼的大腿 他能成为什么级别的运动员